當你不喜歡一個國家文化的時候 你只有兩種情況可以選擇 一個是你接受它 要嘛就是你不去接觸它 今天我們來和大家聊一個 最近非常火紅的一個話題 叫做460塊burger事件 在幾個小時前 其實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的 就是所謂的460塊吃一個burger 因為我的Facebook 其實很少在看這些什麼吹水 這樣我也沒有加入 可是在前幾個小時 有網友留言想聽我說一下 460塊burger事件 然後我就去搜訊了一下 所以我發現其實 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簡單的 可是它在馬來西亞 是每天都會在發生 其實我剛回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也是很不習慣這件事情 在了解完整件事情之後 還是那句老話 我的觀眾一半不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我決定來做這個影片 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也順便來了解一下 馬來西亞的文化到底是什麼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三個字 我們需要來做一下名詞解釋 第一個是 Gentlemen Gentlemen呢 英文的字是指 彬彬有禮的男生 有教養的男生 可是在馬來西亞呢 Gentlemen指的是 你要Gentlemen Gentlemen一點 就是 就你要請客的意思 所以馬來西亞的Gentlemen 跟英文所謂的Gentlemen 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字叫 Steady Steady在英文的意思是指 穩定的穩步的持續的有規劃的 也就是所謂的穩定性 它很穩定的 可是在馬來西亞的Steady 是不一樣的 在馬來西亞的 Steady勒 Steady勒 Steady就爽快一點的意思 差不多就這個意思 這樣講對嗎 嗯 差不多這樣 第三個 叫做 水魚 在廣東話水魚就是 憋的意思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暗喻就是 比較被控制的人 就是 講簡單講就憋了 你放在桌子上 你按住它的時候 它是 沒有辦法反抗的 就有點像是 你沒有辦法反抗 你只能接受 然後我們在了解 這三個字之後 就Gentlemen Steady 跟水魚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 今天整個故事 到底在講什麼 整個故事其實講得很簡單 水魚男就是有一個女的 我們講他叫生日女 生日女在網路上認識了一個男生 然後生日女告訴水魚男 這時候水魚男就出現了 水魚男說 我多幾天生日 能不能來陪我一起過生日 我們有一個聚餐 要不要一起吃飯 赴約之前 水魚男還有和生日女確認說 是不是自己只要負責 就付自己的餐費的部分 生日女說 是的沒有錯 這個是他們一開始的確認 在聚餐的時候 水魚男就點了一個 88塊的Burger 就是漢堡 他點的是安格斯漢堡 88塊 在帳單上面也是有寫 聚餐結束之後 總共的消費是 3679元 當天有8個人 8個人來聚餐 然後主辦單位 我也不知道是誰 就說 好 今天我們總共是AA制 然後每個人要付460塊 水魚男在不情不怨的情況下 因為當場人也多 他就說 好 我就付460塊 然後生日女的部分 我也包含下去了 我也請客 水魚男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雖然我只吃一個88塊的Burger 生日女大概也吃200多塊 簡單來講 就是我連他的也付了 就460塊 包括這一個 整件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反轉的是在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生日女又向水魚男收了另外460塊 他認為說 你只付了460 你還有我的那份 你還沒有幫我付 可當然水魚男就不願意付 因為他說他只吃了88塊的Burger 不願意再付460塊 覺得我不是水魚 可是到時候他就當了水魚 他不願意多付460塊 簡單來講 如果他只吃一個Burger付了920塊 馬幣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水魚男的 他也不願意再付這筆錢 然後生日女的閨蜜 我們就叫他閨蜜好了 他就把這個東西post在網路上 閨蜜說 就是朋友生日 叫了一個男生來吃飯 然後就是有意思 要追他的意思 我們的單是shareshare的 也就是整張單 處理全場幾個人 這個男的一來還很大聲說 他的朋友那份 他可以給 可是他只給他自己一部分 如果吃不起 為什麼還要這麼大聲 不是給不起的問題 想要追人 想要吃人的免費餐 也不是這樣 然後還被他朋友看到上廁所 三次沒有洗手 OK 好簡單來講 就是生日女的男朋友也在現場 然後 覺得我的女朋友在現場 我是不會讓別人來 請客 這都是題外話 這都不重要 反正後續的發展 就在KL追求完整個爆發出來了 整個爆發出來 包括是不是小三 有沒有當傳播 還有什麼性愛影片 我覺得這些我們都不多說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假的情況比較多 當然最終就是這460塊吃Burger 就這樣上了熱手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屌的一件事情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這些事情 這樣的事情 在吉隆坡真的每天都在發生 可能他不是460塊 可能不是吃Burger 可能就這些另外的就是女生 不是會去宣揚這件事情 像是我回來馬來西亞 聽到的幾件事情 像是兩三個三四個女生出去 然後一個男的 然後就要那個男生來付 這次他們的餐費 我真的也是不懂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像是八九個人出去 三個女的五六個男的 然後就女生是不用付錢 就是女生free 男生share 這個也是在吉隆坡 在馬來西亞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很不認同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 今天想要做這個影片的原因 我一直很不懂 這個steady的文化 或者 gentleman的文化 到底是這樣子形成的 在馬來西亞 我覺得這個型的 這個文化是非常奇怪 它當然不是這三五年就會形成的 我覺得海外的朋友 你們可以問一下 你們馬來西亞的朋友 就是steady gentleman一點 就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講簡單一點就是 就是這個文化我很受不了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文化 可是這文化不是這兩三年三五年 它是很長期的形成的 為什麼我一直不能接到這個文化 是因為我18歲之後 就去台灣住了10年 然後再去上海住了5年 daddy文化 gentleman文化在台灣 在上海是沒有的 女生free 男生share 這個文化也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 是沒有的 女生覺得這麼理所當然 為什麼男生覺得這麼樣的 理所當然 我就應該要去share 就應該要 Gentlemen 所以我很討厭 Gentlemen這個詞 我在馬來西亞一聽到 Gentlemen這個詞 我就是很反感 就是 Gentlemen 然後我又不付錢的話 就代表說我小氣 然後或者說我 孤寒 孤寒是廣東話 就孤寒的意思 就是小氣的意思 我真的很難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像是一開始節目講的 就是我就不去接觸他 我就去 因為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去接觸 所以你問我說 生日女 閨蜜有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他們沒有錯 我因為在馬來西亞整個社會的 氛圍 就是男生 就應該要付錢Gentlemen 可是 What the fuck 反正我就不喜歡就對了 到底水魚男有沒有錯呢 我們來看水魚男自己講的影片 因為他的畫質很不清楚 所以我們就放幾一點點 讓大家看 因為他之前事先跟我說 就是給這個 自己的這個 你不用 我就不用去出其他人的這個分 給錢的時候 就是想說 他們就之前說 他們是加起來出 所以我的心想是 這樣我吃了一份 應該也是一百零吉不到的啦 最後 因為我總共給了460嘛 他也吃了應該只有兩百多 所以其實我給的錢 已經是足夠 也給他那一份生日的 就是他自己吃的那一餐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還是很簡單的 就是 我還是開場的那句話 如果你對於這個文化 你不喜歡的話 你不能接受 你就不要去接觸它 如果你可以接受它 你才去接觸它 OK 好 那今天影片就一樣了 我很少在做馬來西亞的 相關的那種很時事的東西 可是今天因為這件事情 我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才來做 那一樣老規矩 喜歡這個節目在YouTube看到 分享出去 YouTube看到 也分享出去 訂閱 按讚 不喜歡就不要 訂閱 討厭取消關注 OK 不喜歡 就不要 就討厭我啦 OK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